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3月30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中国的疫情 据国家卫经委消息 3月28日24时 31个省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28例 吉林市1055例 上海96例 山东12例 截止3月29日零时 全国有中风险地区495个 高风险地区55个 大家看段视频 中文字幕提供 刨住上海 那么现在病例是1100多 这两天比较平稳 基本上没有再涨 也没有跌 然后吉林省是1055例 基本上也没有涨没有跌 这个里面主要是吉林了 从这个数据来看 现在重点地区就是吉林省 一个是上海市 上海市阳性是96例 比昨天增长了一倍 这个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上海浦东不是封城吗 然后呢 浦东市啊 上海市截止3月28日24时 上海市浦东 浦南等区域 共筛查超过826万人 按照上海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 3月28日 实施了浦东 浦南 及比林区域的核酸筛查和区域管控工作 总体平稳有序 累计组织1.7万名裁案人员 设置6300个裁案点 也得到了江苏浙江两省的大力支持 截至28日24时 共筛查超过826万人 这个1.7万名裁案人员啊 这个数字不小啊 所以说得到了江苏浙江两省的大力支持 就是实际上就是江苏浙江这些医护人员啊 连夜接到通知 直接就准备行李啊 然后上车 直接就拉到上海 投入工作 大家可以看个图片 各位领导接审什么处通知 关于江苏省支援上海医疗防控的相关工作 一律不报不转不平 请贯彻落实并告知 谢谢 这个接着这个图是一个医务人员写的啊 我们简单看一下 就是今天我们小区进行核酸检测采案的医务人员 来自杭州浙大 邵医夫医院 他们是今天凌晨一点得到通知 四点坐上大巴 在车上吃了早饭 八点多一站直达三菱体育中心 在那里熟悉了一下上海的防疫数据工具的使用 就开始进入小区工作 下午四点多坐完 中间没有吃饭 没有休息 没有喝水 没有如厕 他们说晚上大概率要坐大巴到嘉兴入住酒店 我问为什么不住上海 他们说上海可能住不下了 这个咱们简单知道一下 这说明这个很多外地的医护人员是临时抽调到紧急集合 抽调到上海 支援上海检测的 那么上海阳性是96例 无症状感染者是4381例 这个数字也是在指数级上涨 但是好记得前一阵子 前几天 上海的张文宏大夫说上海的精准防控 已经打断了疫情的指数级上涨 那这么说现在还是指数级上涨 关于这个数字 咱们看个图片 这个是网上有一个大神 他跟着一套线性一个算法 推测出上海的这个每天这个感染的人数 那么他算的是4365都对了 那意味着明天是5581 看他算的对不对 根据他的测算啊 4月1号上海就要新增 无症状加上阳性一起要破万 不知道这个人预测的对不对 这是网上的一个大神 不管他对不对 做个参考吧 然后今天网上有几个谣言 一个就是说上海浦东啊 已经查出有8000例这个阳性 还有这个无症状携带者 这个数字也挺吓人的对吧 前一阵子都是1000嘛 突然就8000 所以这个上海又开始辟谣 然后呢 刚才网上又有传言 说今天晚上浦西就要按下暂停键 就不要等到4月1号了 今天晚上就要暂停 就要封城 那上海又辟谣 说这个是个谣言 但是呢 上海这个辟谣啊 很多网友也指出了啊 说上海辟谣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大家看看图片 我来念一下 首先第一个 华庭宾馆隔离点 新风问题导致大灾难 几百例阳性泄漏 然后上海辟谣 但结果呢 是谣言 因为啊 不是几百例 是几千例 所以你这个是谣言 第二个 曹阳小区老年队集体阳性 这个官方认定 这是谣言 为什么呢 因为是整个街道老年队都得了 不是曹阳小区 第三个谣言 说方舱在建造了 官方也辟谣 说这是谣言 为什么呢 说方舱已经建好了 你说建造那是谣言 建好了已经 第四个谣言 说交大沦陷 几百例子阳性 官方又辟谣 说这是谣言 实际上呢 官方说的是徐慧交大 实际上是敏航交大 什么意思 就是网上说的 这个交大是敏航交大 有几百例阳性 结果官方辟谣 说的是徐慧交大 没有几百例 接下来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浦洞有八千例 然后官方辟谣啊 真实情况是不止八千例 关于封城 前几天不是传言上海要封城吗 上海也辟谣了 但是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先封浦东 再封浦西 所以你说封城是谣言 从上海辟谣这个来看啊 深深的把谣言啊 辟成了叫遥遥领先的预言 这个说的这七八个谣言 全部验证了 那你这个辟谣不是把上海的公信力给辟没了吗 那我们再看一个啊 视频 我们三天不做核酸 怎么可能一天一个阳性 出了四天阳性 而且到底这个小区有几个阳性不知道 不知道几个阳性 为什么 因为上海发布放只是说 今天哪一个位置上 哪个点位上有阳性 但是有几个不知道 对吧 那么我们只希望政府 所有的信息公开透明 就是你封十四田七加七也好 二加十二也好 讲清楚 然后不要弄虚作假 因为这次很意外 我们三天没做核酸 这个是我分成 对 你需要明天让梅龙镇的 镇长要过来解释的 我知道我知道你没有这个权利 但是你告诉他 你把那个 你告诉他 他不来 我会往国务院报 我可以跟国务院参事室 我直接让参事去报这个事 因为他是国家卫监委的 那个参事室原来国家卫监委 有一点脑子的人都知道 这个数据是上海市政府 尤其梅龙镇政府 像挤牙膏一样挤一个挤一个挤一个 最后把人挤完 我不知道现在挤完没有 所以请你们 明天不要再报这个小区有阳性了 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到现在没做过核酸 哪里来洋性 哪里来洋性 就是 对吧 如果是管控区的 比如说你已经把他 这个人密集拉走了 再出洋性 不要算在我们这里面 因为这已经算是 不是社会面的 对不对 这个知识大家要有 所以你不能一天拖一天 我会把你的原话 对这里 大家过了16天 封闭的生活 你就说再封14天没问题 就像你今天说的上海八股 说到4月5号解封 如果没问题解封 如果我跟大家提示一下 也不是上海是统一发布的 对吧 对 这个大家有一个日子 这个都好办 因为大家工作生活都要安排 好的 反正大家说的几点 然后呢 请这里面的领导 明天来关心一下这个小区 好吧 因为我刚才讲到的 这个数字 我们不希望明天再看到有洋性 如果有洋性 一定是弄虚作假 那我跟领导 肯定你的原话 对 因为你们出了一个问题 你们以为很聪明 一个一个报 对不对 但是现在问题是 我们没做过核酸 您从哪里报出来呢 你报出来 是从外面流进来的 没问你不做核酸 也不可能 就是啊 不做核酸 怎么可能有洋性呢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 她明天不来 我后天给国务院参事 是玛丽 玛丽的姐姐叫马德秀 原来交大的党委书记 玛丽是原来国家卫健委的 现在是国务院参事 我直接让马参去写参事 我们写到总理那里 去看看上海是怎么做精准防控的 还有数据诺序作假 这个不是小事 你们也跟我天天讲防疫法 对不对 防疫法讲什么 第一不能弄虚作假 数据 是国务院教你们弄虚作假的吗 因为这个东西 我脑子里非常清楚 这三天如果做过核酸 你怎么报都没所谓 所以请你们 请你们跟政府讲 明天千万别报168号 好不好 如果要报 你报到别的地方去 不要报这个 我再跟你说 就是说我会跟这里面的主要领导会话 你说的这件事情 我的智商比他们高 你懂这意思吗 就是说他们的这些逻辑点 我全推得出来 最后要秋后算上 但是我很明确的 我很明确的告诉你 我会跟这里面的主要领导会话 对我知道 这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 核酸我们必须优先安排 因为我们三天没做过了 这个 我可以跟领导 对 真的 好 这个 第三个事情 就是所有的物资 这些东西 能优先配的优先配 我无所谓 你也是小区区民 其他小区也是区民 对 我这点我不能担意 我知道 我们肯定会考虑大家 对吧 我也不能说 肯定说 我优先提你 还有我问你一点 对吧 如果是风控小区 有没有规定 政府要配资源 上海有没有这个规定 你这个 我回答不了你 因为这是 我们已经属于 有阳性的病例了 理论上讲 现在都应该铁板重起来 所有的物资 是不能进 不能出的 对不对 那我们所有的 吃的东西 就应该是 由政府来送给我们 这个我现在 真的回答不了 是不是 政策是怎么样 我只是问你 我不知道政策 是怎么样的 但是 你也跟领导讲 好吧 我也会去查 这个政策 你说说的事情 我都会给领导 对 因为我们现在 已经是被确诊 有阳性的 对不对 那么理论上讲 现在连我们 这种聚集 都是不应该的 应该的就是 足不出户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出来 是我们跟小区讲 我们的快递怎么办 小区说 没有人给你们送 你们只能出来拿 这是小区的物业 跟我们说的原话 对不对 本来有通知 叫足不出户 足不出户 我的理解是 连门都不能出 对的 还通知说 垃圾八点之前 弄老在门口 结果垃圾透了 没有人来的 对 就是这个小区的 整个物业管理 是瘫痪的 那我们也理解 因为这个居委会 是个仇字 说明 它还不是个居委会 其实在法律上 这个章都是 都是违法的 你怎么能开 你怎么能开一个公章呢 你如果是仇字 是应该是方的章 你的原章 这个都是违反国家法律的 对不对 你都不是一个法人实体 也不是一个社团 对对对对 你怎么能开一个原章呢 对吧 对不对 那么这些大家都理解 那么请居委会把权力 一部分不叫权力 我们的义务交出来 我们每个楼 我们自己管 我不要居委会管 对不对 大家每个楼选举 楼租场 楼租场包括什么 我们自己管 这个自治的管理 小区本身就是自治管理这种模式 对对 你们跟刘书记这边 对我们会去商量 好吧 就是后续 我们感觉到这个 我们一起询策询理 对对 这也是可以 对吧 物资的东西没问题 因为情况都是嘛 好吧 就是这个小区的 这个疫情的 这个情报 不要再乱来了 第二个就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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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呃 这个核酸尽快的按照要求做过 我们也不说一定要怎么先做 或者什么 按照要求做过 这个我会跟这里面的领导 反映 好吧 好吧 然后大概就说 然后我是从五点等您到现在 我一直站在那边 我没动 辛苦辛苦 我知道 对 这是上海梅隆镇啊 他们小区 这三天啊 他就没做核酸检测 他们都等着呢 盼着做核酸检测 结果呢 没做 但是每天报数据 说他们这儿每天一个阳性 你就是很奇怪了 那这个核从哪儿来的呢 核酸都没做 怎么有阳性呢 所以这个就很多人不理解啊 具体的什么情况咱也不知道啊 说合理不合理咱也不知道 因为核酸检测它一个是不是有个时差啊 或者是对吧 一个时效性的 那今天测了结果是明天出来 或者是后天出来 或者是总之吧 这个口径还不太一样 但是给群众感觉啊 你这三天都没测 但是你每天都报 说有今天一个阳性 过一天又一个阳性 每天都有阳性 所以这些人都受不了了 群众就不理解啊 你也解释不清楚啊 你要是天天测了 你说今天有阳性 明天有阳性 还能说得过去 你三天都没有测 然后你报每天都有阳性 难免让人怀疑 而且你很难解释 我觉得这个群众 问的是有理有据啊 他说他逻辑很强 我看的确是的 一般的单官的想糊弄他 还比较难 我们再看个图片 这是广西疾控的 咱们看红线部分啊 就是说广西疾控发了个通知 说上海疫情以外意志 包括广西在内的全国21个省 其实一个是 广西疫情目前 建区平稳 但同时面临境外输入 和其他省份外溢双重风险 为巩固我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尽最大可能防止 区外输入病例 引发本地疫情传播 广西疾控中心提醒 等等啊 好多条 从这个通知啊 咱们可以看出啊 这个外地防疫确实头很疼啊 就是你好不容易把这个社会面清零了 管住了 结果全部是上海外疫来的 中央政策定的叫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这个外防输入就是从国外来的 结果这个外防输入变成上海 防止从上海输入 中央说的外防输入指的是全国 外防从国外输入中国的病例 国内还是一盘棋 但是被上海这么一搞之后呢 国内它也不是一盘棋了 变成各自为战 所以在这里啊 我想谈一谈啊 咱们观察到的 不一定准确啊 也不一定对 这个自从疫情爆发以后啊 国务院的副总理啊 主管这个文教卫生的 这个孙春兰副总理啊 一直是在看疫的一线 好像是哪儿有疫情啊 严重 那么孙春兰好像就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个大家应该有印象吧 西安封城 然后什么长州封城 武汉 哪儿有疫情 严重的啊 孙春兰就到哪个城市 但是这次好像 好像没看见 孙春兰到上海 你说上海的疫情很严重啊 不严重的话 不可能周边这么多省 支援上海啊 而且还不让发通知 不让宣传 要低调 这个不让宣传 我也不知道是出什么原因 出什么目的 然后周边的这些省市啊 都往上海在用菜 用水果 用医疗物资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但是这个叫悄悄的金村 打枪的不要 不要宣传 或者小宣传 可能是不是还上海 还要留点面子 那么上海既然疫情这么严重 也封城 那么怎么没见这个 孙副总理 清临上海呢 这里面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呢 对吧 这个咱们村疑 我觉得 如果说明天 或者是什么时候 孙君兰总理又到上海了 那就说明这个 跟以前一样 哪儿有危险 这总理就去哪儿了 这是旧火队队长 如果一直不见孙总理去 说明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这个咱们要观察 从上一次 我是发了一个汕头疾控的 我还讲过这个合肥市市长 宇爱华 宇爱华 对吧 讲的是管住收入不算什么 管住外溢 才叫厉害 这个意思吧 各地 实际上都是房着从上海来的 我在晚上看到一个 一张表格 就是各地 航班啊 从上海或者高铁 密接到从上海来的 非常多 那就是上海的防疫啊 实际上给各个地方的这个防疫 造成了很大困难 各地的防疫实际上是 孙春兰这个副总理啊 亲自抓 对吧 那这个也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你前面在灭火 后面有人在点火 或者是 对吧 带着火星过来的 这样让这个防疫工作 变得更加难 什么动态清零 就变成难以完成的任务 那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对吧 我想这一块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问题 今天啊 我在网上还是看到很多 买菜难 不管是APP 还是到超市 基本上买菜非常难 而且还很贵 大家看一个图片 这个蔬菜啊 已经变成筹码了 即便是上海这样的城市 也经不起疫情的冲击啊 希望接下来呢 这个在上海这个基层 这个官员 努力之下 在这些志愿者 街道居委会 还有这个外卖小哥啊 这个共同努力之下 能把上海这个买菜难的问题 缓解吧 从最近的一些动向中 总感觉啊 或者预示 上海是不是要发生某些事情 但是具体什么事情 现在也说不清楚 所以啊 大家继续关注就好 好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